不得不说,在资本愈加谨慎的当下,立刻出行拿到这笔融资实属不易 尤其是作为重资产的汽车行业,看似共享汽车的缺口又被重新打开 图片发自简书APP退去17年寒潮的外套 共享行业现今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其实称之为卷土重来也不为过 因为共享行业中总有那么一两种模式 因为运营逻辑、成本控制以及商业BP始终被资本看好 成为现存为数不多的共享行业中的佼佼者 共享汽车就是如此 图片发自简书APP如果只看这些的话 可能我们不得不惊叹 共享汽车行业的天时地利人和,即万千宠爱于一身 与此同时,对于共享汽车而言 每接受一笔融资都意味着汽车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 但其中更为致命的一环,服务管理却是无暇顾及 从车辆维护到车辆管理 此间环节充斥着严重的效率低下和成本放大 进一步影响用户的体验与市场被教育程度 本质来看是对行业的大不利 其次,从目标人群来看 现今私家车的保有量和驾照的拥有量完全不成正底 也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大量有开车需求的潜在用户 这对于共享汽车行业来说又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但单纯的做增量加法是毫无意义的 现今共享行业需要的不是故事 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与市场规律相匹配的新模式 图片发自简书APP共享汽车 其实更应该称之为分时租资 从本质上来看和大部分共享模式一样 它也隶属于伪共享 同样是为了解决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 共享汽车能在上层建筑中博得支持不难理解 毕竟低碳出行绿色出现减少私家车数量 是我们一直支持并且践行的口号 做生意 首先讲究盘口 我们先来看一看共享汽车的市场 有多大全球顶级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 蓝贝格发布过 2018年中国汽车共享出行市场分析预测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中国2018年的共享汽车市场 有望达到2300亿美元 在全球共享经济中的占比 由33%提升至44% 成为领军力量 但从当下社会的角度来看 共享汽车非但没有做到 上层建筑寄托的减少社会拥挤的愿景 却是为城市的交通增添了不少麻烦 因为一个汽车必然需要一个停车位 在市场没有完全被教育成功之前 这种模式无疑是给城市的拥挤做增量